有三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就是 明天立法會開會 逃犯條例 就會第一時間 在恢復意圖的過程中 某個局長正式就會 動議撤回逃犯條例 就是爭議的事 和條例草案 這個草案是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是在程序上完全 完成的手續 大家可以放心 第二就是 上星期三的施政報告發表 有220項的為民利民措施 亦有很多支援的企業 大大小小 再加上在暑假休會之前 亦有很多積壓下來的財務委員會的項目 大大小小工程 現在工程都要成700億這麼多 很多都是為民利民 真的可以改善民生 我希望立法會 在復會之後 能夠重回正軌 大家議員 真的 可以正正經經立法會 可以恢復以前的運作 得以可以早些審議 這些所有的利民 為民和香港經濟 是很重要的一些項目 第三點就是 今天下午 同志施司長 亦都會推出第三輪的書棍措施 這個反映將我們是急民所急 焦點就是 大家也知道 最近的社會事件 大大打擊我們有幾個行業 領袖、餐飲、拔樓、旅遊等等 這些首當其衝 影響是十分大的 下午 司長會聯同關局長 大家做一個簡介 還不在致 你不是小聲嗎? 你不是小聲